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多年来台湾在两岸间始终保持着相安无事 即使当前中共不断文攻武嚇 让举世烦心中共犯台的可能 台湾也只有积极防御 所谓的禁军中国并不是台湾的选项 但早在1960年代 反攻大陆攻打中国 确实曾是台湾领导阶层积极筹划的具体行动 而且这个行动计划就叫做国光计划 这个国光计划相当程度被执行过 只是终究没有成功 最后只若为国家机密 申索国防部档案室不对外公开 那么这集台湾演绎要为您揭露这一段传说多年 显为人知的攻打中国国光计划 反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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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就这样 然后机场还重复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然后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是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毕生心愿 他甚至密谋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反攻作战计划 1949年 国共内战 蒋介石败退台湾 中共企图乘胜追击 扬言携洗台湾解放台湾 失去大片江山的蒋介石 仍怀抱反攻大陆光复国土的梦想 然而共军已增加到百万之重 土地面积是台湾的320倍之大 想要反攻弹何容易 当时台湾的国家资源也非常的贫乏 所以外面没有援兵 里面没有足够抗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事实上是非常心力交瘁的 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 就是共军并没有放弃对台湾解放的战争 所以根据美国的情报 还有我们本身的情报 在1950年的下半年 共军很有可能大规模的解放台湾 所以蒋介石在他日记里面 其实也写下了说他有亡国之感 他深深的感受到 这个危机已经逐步的迫近 起料1950年6月韩战爆发 国际政治两极对立 也让美国正视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从此彻底扭转台湾命运 国际现实是很现实的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刚好隔年韩战爆发 韩战一爆发 哇那个毛泽东抗美援朝 都打入朝鲜去了 所以才发现说 哇你们野心这么大 所以这个时候才发现说 哇台湾很重要 韩战确实改变了中华民国的一些地位 就是它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JCS跟NSC 他开始认为台湾在整个亚洲的岛令上面是非常重要 那既然它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之下 所以就国务卿那边就建议你要改变一些政策 这个政策的改变就是后来的所谓的杜鲁门宣布第七尖柜 一方面就是不让中共的武力战继台湾 二方面也遏止蒋介石用军事武力来反攻 韩战爆发之后 美国军事援助台湾防卫能力大增 这也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出现已现身机 为了掌握先机 1950年底他便下令国防部台湾防卫总司令部 严拟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军事反攻计划 我们开始得到美元 那结合美元的获得 那蒋介石也下令国防部要严拟20个登陆计划 那20个登陆计划有10个正目标 10个次目标 那10个正目标里面他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泉州跟厦门 那泉州跟厦门他也有两套的作战计划 一套就是叫做自立反攻作战计划 就我自己来 一种就是盟国有限度的资源 就是美国来协助的 有这样两种作战计划 其实这个跟后来的火攻方计划也很类似啊 蒋介石甚至大张旗鼓边链军队散布反攻议事 不断拓展情报据点 同时更暗地里要求日本军事顾问团白团 严理一份代号光的作战计划 大家知道有个白团就是日本顾问 那蒋介石也要求这些白团提供了这个反攻的计划 那时候在195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 那个计划叫光计划 所以你可以看到跟国光计划是能够连结的 反攻大陆为什么会找日本的白团这一批人 第一个谁有进攻过中国大陆 就日本这些人啊 日本金官有进去过啊 其他的根本没有真正金氏战营 然后加上这一批人对蒋介石又有感恩之心 他这个战后的以格报应啊等等 所以就诱之于感情 就是说那你们帮忙来筹划这些反攻大陆的计划 所以这一批人其实他是惊险过来的 蒋介石一方面在台湾撤动反攻大陆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更下令指挥 遗留在中国的国军部队 组成反共救国军突击队达到里应外合的战略模式 大概有九个反共救国军 不是只有云南有 其实在东南沿海有浙江福建广东 都有还有海南都有反共救国军 那云南反共救国军是其中一个 反共大陆的军事布局甚至蔓延到校园 1952年为了做好台湾青年的思想教育 防止共匪渗透增加轻壮兵源 蒋介石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全国高中以上学生都自然成为救国团团员 蒋介石更建立军训制度 对学生实施军事技能与思想教育 也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每一个学生 都要接受军事训练 你说这个是不是为了要备战用的 当然了 这样几乎有点全民接兵 起码就是学生都要 都变成学生兵了 必须要寻找新的兵源 那这些兵源就把他的目标放在高中生 大概16到18岁 那这些人在军中来讲 是最轻壮可用的时候 而且训练容易 所以就在高中就成立了军训的相关的一个机制 军训教官进入到了高中学校校园里面 灌输他们反共的一些思想反共的模式 不只如此 蒋介石还借由政治口号宣传 强化爱国精神 而为了购买大量的军备武器 更将国防预算扩增到八成 所以我们要反共大陆消灭共匪解救同胞 都是这种口号 所以从1950年代就一直那种口号 刚刚退到台湾那一年还有一句口号 讲说一年准备二年反共 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五年过去的什么都没有 这句话不敢再讲 不再讲 一样要消灭共匪 要反共大陆解救同胞 都是这一套 1950年代国防预算高达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是用在军备国防预算 剩下百分之二十才要办教育 办社会福利 办教通办其他的 那生活怎么可能好 不可能好 所以交通什么都很差 反共大陆箭在弦上 为了收集共军情报与兵力牵制 蒋介石不断在大陆东南沿海 发动规模较小的攻击 只是被派上战场的国军 不是被俘虏 就是壮烈成人 尤其1953年7月 蒋介石发动突击东山岛战役 这场三军联合两栖空将的大规模作战 参战人数高达一万一千人 国军从1950年开始到1960年期间 其实东南沿海都有一些 大大小小的突击的一个军事行动 那东山岛战役是其中 比较大的突击行动 而且可以说是蒋介石希望 以三军联合作战的模式 反攻大陆的一个模拟战 只是国军兵力不断折损 后继兵力要从哪里来 蒋介石把脑筋动到监狱里的 受刑人与原住民 他开始争调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加入游击队 我们的兵力剧烈是 跟解放军比起来超过我们十倍 那如何你要以小博大 现在有的名词叫做不对称 当时就是以小博大 就是以小博大以少胜多 那这个口号喊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却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一个人至少打十个 那但是这些囚犯 他完全不知道 送去的之后是有去无回 几乎有去无回 打了36小时的东山岛战役 最后因为国军误判情报 渗透失败 死伤惨重 有一些情报的误判 譬如说他们认为 东山岛一座桥被炸毁之后 中共的蒸园的部队 应该没有那么快来 但是没想到那个桥已经盖好了 所以因为蒸园部队 所以大量的几万的蒸园部队来以后 那我们东山岛的行动是算失败的 一夜有击的反攻大陆 血泪时落到国军与台湾兵头上 结果不是战死沙场 就是被共军逮捕 即使国军伤亡惨重 蒋介石还是不放弃反攻大陆 因为丢掉大陆 毕竟对他来讲的话 心里有太多的使命感 跟任务在那上面 所以反攻大陆一定是 他的一个希望 蒋介石的思考是什么 我要忠心复国 这是传统的中国概念 也就是说我的政权失去了 所以我必须要恢复我的政权 1954年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签订了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防御了台海安全 但同时也限制了蒋介石 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从韩战开始 美国就不同意我们在开辟第二战场 那美军也从来就不同意说 我们反攻大陆 因为他怕这个战争扩大 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国际上得不到美国的支持 国共对峙 在战略上又屡战屡败 蒋介石并不想散发甘休 他决定展开一场 堪称史上最高机密的 自立反攻作战计划 然后我自己被炮弹打伤 被大陆的炮打伤 两边对打我被打爆 机枪的子弹打过来 砰砰砰砰砰打过来 他是谁打我也不知道啊 看到那个被射杀倒地逃跑跳走 跑走的那种状况 在我脑海里面 后面还有共产党的监工队 所以就养耗了哩 打打打打打打 我说同志们不怕是冲啊 1960年蒋介石绝地求生奋力图强 他秘密策划在金门岛 开凿四座战备坑道 预计筹错五十个师的兵力 用登陆艇渡海建立 摊头堡反攻大陆 一场你知我活的国共最后决战 看似即将引爆 1950年代台湾拥有美国的援助 历经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等 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从不松懈 到了1960年毛泽东在中国推动大跃进 演变成大饥荒 内部不稳 民心涣散 蒋介石视此为反共复国的大好时机 于是避开美国耳目 暗中动员三军将校 密谋反攻大陆 他的国防计划 是在金门开凿四条战备坑道 要从金门出发 抢攻厦门 既往一级成功 光复大陆国土 只是1965年的粮长海战结果 振行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梦 1960年12月29日 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一场秘密会议 遇会的都是蒋介石最贴身的军事高阶将领 包括参谋总长彭梦契 陆海空军总司令罗列 黎玉玺 陈家上 以及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 这场机密会议中决定 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大陆军事行动 行动代号就叫做国光作战计划 四个月后 1961年4月1日 台北县三峡大浦营区 里头悄悄成立了国光作业室 由陆军中将朱元从担任作业室主任 1961年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刚好发生严重的饥荒 大要件运动失败 然后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 所以他认为成功要件之一的里应外合 中共内乱有可能 所以那个时候就启动了这个 自己化的制定 为什么是在60年代的国光计划 它其实也不完全是白款的光计划的延伸 而是更具体化的 就是白款那些计划出来 它们的要怎么样缓空那个图 还有各方面都有的 但是国光计划就更为具体 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国光计划 以照第二次世界大战 诺曼帝登陆战役的幕僚作业 采取同时计划集中作业的方式 各军种都拟定细部作业 并经常性地举行实弹演习与兵棋推演 现在应该可以讲了 我要信念通信人员 然后他们配属 这个叫推险小组 推险组 他们有编制 大概八九个人一组 这个都是生死亦存钱 那个任务的很工作很非常的艰激 我们心经枪不是这样子随便扛着的 也不是这样子背着的 枪是这样子上场 这样跨起来 随时要击发的 做出击发的动作 因为我们敌人太多 上了战场能不能活着回来 没有这种把握 参与这项计划的都是三军高阶将领 这群精英拟定了26项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 包括登陆 特战 袭击 反攻 抗暴等五大项 当时作业室里还摆着一幅 福建广东沿海的立体图 为的是要研究大陆沿海港口 以方便选定登陆地点 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固守金马外岛 是因为那里是反攻大陆的前哨基地 因为你要从台湾运送部队 横跃台湾海峡反攻大陆 当时没有那样子的运输能力 而且这个过程 一定很宏益就被中共所查之 所以那个成功的几率就会大幅减低 你把部队先放在金马 那这个当然 这个跨海登陆福建 总比从台湾这边跨海登陆福建 要来得容易很多 蒋介石认为多项反攻作战计划 归纳起来较为可行的 便是以金门作为反攻行动的前哨站 只是从金门到厦门 距离短短5公里 国军恐怕还没登陆 就被敌军发现 于是他在金门岛秘密开凿四座战备坑道 计划先将三百艘登陆艇藏匿在坑道内 然后再利用夜间航行 突击下门 抢滩上岸 建立滩头堡 为了要利用金门当作小艇的中继站 所以就在金门挖了很多的坑道 然后利用金门作为跳岛 也就是说逐步把这些小艇隐藏在金门 然后集中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以金门为基地发动跨海 厦门用望远镜来看金门 当然可以看得一心二出 可是这几个小艇坑道的选址 刚好都在他们从北边往金门看的视角 其实是看不到 金门跟列宇建设了这个小艇坑道以后 它就造成一个很有威胁性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发动登陆战的时候 可以不派遣登陆母舰 在没有登陆母舰的状况下 直接就是在禁案的 就是有相当数量的登陆小艇 去登陆到想要登陆的滩头 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棋席用的工程 国光作业式主导的反攻计划 以厦门作为反攻基地 左攻广州 右挡福建 国军战略看似缜密有方 却步步惊魂 充满危机 危险有双重危险 共产党知道了 帝国先帮我们抓起了 这是国民党帖务 我们是被他们列起的对象 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退后 往后退啊 往后面退后面 讲得不好听的话 枪也指着你啊 你怎么随便可以往后退呢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副那监技任务是彼此之务 彼此的工作啊 蒋介石希望能够三天占领一个机场 五天攻下一个港口 因此他更下令要求三军统帅与部队 立好遗嘱随时败发 今天过完不想明天的了 身上有一毛钱 大家能够活能活能够吃的就吃 狂欢一夜 第二天能不能活着回来睡不知道 不敢这样想 对不对 那我就要理一注 甚至你看马上背上来吃 反共抗我 杀猪把毛 那么共产党比着抓 这个是鼻死的嘛 还杀猪把毛呢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 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 由于1958年到1960年 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 1962年中国内部政局不稳 出现百姓逃亡潮 蒋介石认为 这是中共政权崩溃的征兆 收复大陆的最佳时机 他也认为这个时机有可能因为反攻 那会引起中国大陆内部的革命跟起义 所以让他认为说这个成功几率很高 只是国光计划需要一百个师的兵力 当时台湾只有十四个师的编制 相当于十多万人 而中共有三百万正规军 外加千万民兵 反攻大陆根本是已软及时 兵力来讲的话 绝对不是蒋介石片面说 我要成功就可以成功 他也很清楚 这个基本上的话 要成功也不是那么容易 台湾的人力物力军力 也不可能在当时跟整个 已经占有中国大陆的中共对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以当时的台湾的财政来说 在1961年蒋中正开始 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的时候 那一年台湾的就是整个的税收 只有125亿 然后呢 国防预算就已经超过八成了 这还是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那一旦发生战争 那这个台湾的财政怎么有可能支撑 不只兵力不足 就连财政也无法支撑这场战争 于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施 临时国防特别捐 一张戏票五块钱 其中5%是爱国捐 烟酒购买品也要征收25%当成特别捐 火车客运因为爱国捐 价格提高了三成 人民不但要把四分之一的所得上缴 成为支持国家反攻大陆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税收 一切都是以反攻大业的大帽子扣在你头上 那么当时你说是白色恐怖 我倒不觉得那叫做全面恐怖 所有人都生活在这种不反攻就是匪谍的这种阴影笼罩之下 问题是作战经费预估要20亿新台币 即使开征国防特别捐也是杯水车薪 筹措不到足够的战争费用 当时的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陈陈就告诉蒋介石 依照台湾的国力 最多只能支持到国军登陆时的作战 登陆之后就要在大陆以战养战 也就是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继续打仗 台湾整体的军力规模 没办法跟中国大陆相比 那我们依赖的就是我们第一次的突起成功 以后能够在某个省或某个地点建立摊头堡 然后吸引中国大陆的民众 起来革命或者是起义 不然以台湾整体的军力来讲 你不太可能去面对中国大陆这么广泛的地区 这么大的部队 然后一路由南往北 然后收复整个中国大陆 它需要政治情势的有力态势 光凭军事能力的话是比较困难 很明显的要发动反攻大陆的战争 一定要有盟国的军援与金援 而当时美国正身陷越战的泥沼中 加上1954年中美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台湾要向大陆突击 必须事先知会美国 美国的态度也始终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只愿意协防台湾 他很多计划 像什么国防计划 他已经做好了 时间也标定好了 对不对 但是泱泱都应酬好了 准备好了 要动的时候 美国说你不能动啊 这美国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我是要守住台湾啊 作为这个在远东的一个 他的一个战略重要的位置啊 所以但是他不会帮蒋介石反攻大陆啊 反攻大陆是领导的事情 表面上国军还是和美军进行联合演习 只是这一切都是厌恶弹 目的是为了混淆美方掩护国光计划 因为蒋介石已经决定 凭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陆 1964年春夏之间 国光计划紧挪密鼓的展开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派遣特勤人员 多次潜入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进行情报搜集 只是没有美国的援助 反攻大陆计划显然不可行 再加上当时中共已经发展出核武 双方军事实力越来越娴殊 许多军事将领都深知 国光计划无法执行 唯独蒋介石不晓得 因为亲近他的人都不敢在他面前 持不同意见 在当年的那种氛围底下 你只要说不可能 你只要上盘调就匪碟 你就是匪碟 极有可能会被逮捕 或者是冠上相关莫须有的罪名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964年10月 中共首次进行核武释报 强化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急迫与决心 1965年6月17日 蒋介石召开反攻大陆军事会议 同时订定了登陆作战的日期D-Day 准备发动反攻 所以D-Day可以指代任何一个 你要发动攻击的那个事 那么阿娜有D-Day 就会有D-Day之前几天 或D-Day之后几天 那就以D-Day作为攻击发行日 D-Day的缺点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高潮水 每个月大概有两次高潮 登陆抢滩 那个登陆艇要抢滩 抢滩要高潮的时候抢滩 D-Day掌握在最高统帅的手上 依照蒋介石亲自拟定的作战之道 他希望以诱敌的方式开启战火 也就是发动连续三天的炮火攻击 诱发中共反击 接着再向世界宣布中共挑衅 藉此作为台湾开战的理由 一旦开战就有台湾金门澎湖马祖 在D-Day当天不同的时间 分批进行登陆 反攻计划胜利在望 老总统我们不可怀疑 也不能否认的 他是有这个解释 有坚强的意志 不过蒋介石预设的反攻大陆D-Day 究竟是哪一天哪个时间始终是个谜 而国军密集的洗脑行动 更引发中共高度警觉 就连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军事情资 几乎通通外泄 1965年8月5日 海军副总司令洪启聪指派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佳恒 率领张江剑门两艘军舰 秘密护送特勤人员到福建东山岛收集情报 隔天6日凌晨 这两艘军舰从高雄左营出发 没想到动向与行踪 早就被中共解放军掌握得一清二楚 中共出动17艘小型炮艇和鱼类快艇 藏身在小岛埋伏 准备采取海上偷袭 严格来讲 你说它是一场海战 其实严格来讲 那不是海军的任务 海军其实只是扮演一个运输 登陆的这个情报工作人员 特战人员的这个工作 只是扮演一个运输的任务跟掩护 第一个保密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其实台湾这个泄密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像国康 我们根据记录看国康计划 今天开会 明天老共就在广报里面 把你会议的记录一个字一个字就念出来 所以是完全没有机密可言 两艘军舰驶入共军埋伏圈 共军的鱼雷快艇突然冲出 张江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鱼雷快艇集成 而跟在后面的剑门剑也在夜色朦胧的海面上 遭到包围 双方从凌晨一点半激战到清晨六点 共军的鱼雷快艇近身搏斗以多打扫 最后剑门剑也难敌共军 中了三枚鱼雷之后被击沉 我方两艘军舰将近两百名官兵就此葬身海底 这就是所谓的八六海战 本来小艇是打不成大舰的 小艇中能够打成大舰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鱼雷 那怎么样让鱼雷可以达到有效的距离 那么可以发射准确的瞄准去发射鱼雷 就靠另外一种小艇叫做高速炮艇 所以老共演出一个战法就是 由高速炮艇先进入 掃射大型军舰的舱面 压制它的反击的活力 然后这时候掩护鱼雷艇进来 靠近找寻到有力的角度发射鱼雷 来集成大型军舰 事后追究八六海战失败的原因 居然是海军作战计划忘了给空军作战司令部 等到海军申请空中支援时 错过时机的战机飞到广东汕头海域时 两艘军舰早已沉入海底 消息传回台湾 隔天青年战事报刊登的 竟然是我方集成匪舰三艘 显然蒋介石仍然想借此灌输国人 反攻在望的乐观想法 他综合而言 只证明一点就是我们当时的三军联合作战的训练还是不足的 那并不代表对蒋而言 不代表他就是反攻的失败 三个月后1965年11月13日 国军再次遭遇一场令人难以理解的海战 这才正醒蒋介石的反攻大梦 反攻军事行动会不会因此画下休止符呢 许多人都以为蒋介石的国光计划 在1965年的八六海战和乌丘海战失利之后 画下了据点 然而根据我们实地走访金门 找寻当年曾经参与国光计划的退役将校 当事人揭露后来在1966年底 还有由国防部秘密执行的军事任务 名为王师计划 只是国际局势转变的种种因素 最后连王师计划也宣告失败 这个炮火实在太猛烈了 到处前后左右都是烟硝味 然后小朋友一下坏了 1965年八六海战的烟硝尚未散尽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场 兴风邪雨的乌丘海战 1965年十一月十三日 驻守乌丘的国军 突然急电要求海军支援商民重伤兵 后送回台湾 国军林淮三海两艘军舰 从澎湖马公基地驶往乌丘 执行搭载商换的任务 由于当时国军前线与后方密码电讯联络往来频繁 造成中共提高警觉 以为国军又有反攻行动 立刻出动小型炮艇与鱼类快艇 卫装成渔船在乌丘附近布阵埋伏 国军的林淮舰被打得措手不及 三海舰则负伤逃脱 造成一城一重伤 老共得到这个情报中 老共就以为是类似八流海战的专航又来了 所以老共以为他是来侦查的 来入侵的 当然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很简单的运送商换的任务 这是双方的一个误差 所以老共又开始组织一个再来打一次 1965年的梁昌海战接连失利 重创国军士气 海军总司令刘光凯为此引咎辞职 蒋介石更是极为震怒 下令检讨查办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船舰出海 如果他在港口有部件的人 或者是有谍报人员 他什么时候出海 也许这个情报早就已经到对岸去了 第二个呢 因为从50年代以后呢 台湾的国军对中国大陆沿海的突袭行动 是非常频繁 那非常频繁情况之下 他们的警觉性很高 所以他们的防卫非常严密 那尤其他们擅长使用的人海战术 他们有很多的海上的民兵或边防民兵 国军深陷冰败如山倒一触即溃的境地 蒋介石似乎不得不认清 反攻大陆难若登天 因为有几个限制 第一个美国就反对你 第二个我们连渡海 我们要反攻大陆要渡海攻击 我们连渡海攻击的最基本的那些载具都不够啊 我们大概当时顶多顶多一次只能运输一个军的概念 就大概三万人不到啊 那一百八十万人的军队如果要反攻兵力的话 如何要运到什么时候才运得过去 这都是现实的考量啊 被列为绝对机密的国光计划军事会议 在八六海战与乌丘海战失利之后 蒋介石现身指导的次数突然骤减 他甚至在日记写下 反攻行动不得不延期的字句 他常常提到一个国际的干涉 这样的可能性才比较大 如果没有国际的参与的话 我觉得即使极部的军事反攻的成功 都不是一个重点 所以只能讲那一次的海战 测试的结果是更加的认为 今是个反攻的可能性更低 他对于反攻大陆很焦急啊 内心很焦急 可是他也很清楚 不能够随便的去动心起念 来去执行这项使命 尽管一次又一次的败给中共解放军 蒋介石还是不忘对台湾民众灌输反共复国的思想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政治号召大于军事意义 那就这个政治号召来讲的话 就中华民国的正当性 巩固民心士气 巩固他本身执政的正当性 这几个目标其实都算是有达到的 因为在1960年蒋介石要第三次担任总统 这是当时的宪法所不许可的 所以一方面他就发动国民大会代表修改宪法 增定动员抗论时期临时条款 让总统的连任不受限制 也就是说这是为他自己的继续巩固权力 找一个相对正当性的理由 总统万岁的呼声响彻如霄 1965年当时78岁的蒋介石 把反攻大陆的志愿转而寄望在儿子蒋经国身上 他跟蒋介石对整个美国的了解是不一样的 他对于反攻的期望 也没有蒋先生这样大的期望 可是当蒋先生在决定做的任何事情 经国先生是全部支持的 1966年中国大陆掀起风声鹤唳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担任国防部长 已经实质掌握台湾军权的蒋经国认为 这是国民党政府18年以来最重要的关头 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 蒋经国以国防计划的内容 拟定一套名为王师计划的军事行动 想利用文革对大陆造成的混乱局势 再次发动反击 最记得的一个经历 就是说我参加一个计划叫王师计划 王师计划原来是国光计划下面 属于陆经的一个小计划 当时我是英汉联的联副大长 他选出一个联接受这个王师计划的信念 他是全国动员 三军都动员 但是这个计划是可做不可收的 其实到现在很多人都很好奇说 这个计划它到底是怎么去拟定出 但是这个计划的名目实在是太多了 或许它可能是因为地理环境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它是临时的一个代号 所以都有可能 1966年的王师计划 它大概也是国光计划的一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国光计划里面 有很多的这些子计划 还有子子计划 那王师计划 它可能是在这个国光计划里面的一个子计划 反正它的大前提就是要反攻大陆 3 3 5 6 7 8 参与王师计划的163位官兵 都是从战绩高超的硬汉连挑选出来的 而为了提高这个军事任务的保密性 知悉的将校少之又少 因为有很多涉及到国家机密 那它就必须有比较高的机密性 那像它怎么布防 那这些资料要是公开 那我们的所谓的军事布防 或是我们的军事计划 就会彻底被制造 那时候是进入这个战备状态 阿兵哥睡觉都潜入武装 只是把钢柜跟枪放在旁边而已 所以哨子一吹就 就赶快就上传 你说有没有写遗嘱 不叫遗嘱 叫流言 每个人都写 假设有一天你回复来干什么 我们年轻AOS 会把你的手表什么好东西 值钱东西也会放在资料袋里面 它就以后会把你送到你的家属手上 那个藏背战士 很多杏子打开是有眼泪的痕迹的 那可以说一边血一边滴眼泪的 把最后的希望全都寄托在王师计划 蒋介石甚至指派中华民国军事顾问团 前往南越 并且多次向美国提出 愿意协助美方越战 争取美国对反攻大陆的认同 但是这场看似三雨欲来的军事风暴 再次遭到美国强力阻止 王师计划仅为其半年 便胎死附中 如果在没有美国支持之下 反攻大陆要成功几率其实是不高的 因为他这个人太多了 然后政治形势也很复杂 然后在共产党严密掌控的情况之下 成功几率不高 后来胆子大了我就给主任报告 我说报告主任 我说我们只有一个联 你是要我们去反攻大陆吗 他说你不要怕 他说我们地下工作人员 已经跟大陆的那个军区 已经有接触了 因为他们那个军区怕被红黑兵斗 所以他们想反过来跟我们两个起义 他说那你们只要上气 你们只要上气 他说成功了 建立桥老板成功 后面就一个赢一个团一个师的上气 那假如上气没有成功怎么办 我哪说胆子大了就问他 他说你看过一棵枯掉的树 或者是一堆稻草 他们怕什么 怕一根火柴 叫我们去当火柴 事后想一想 这个火柴还没有点人家裁掉了 1971年10月中华民国宣布退出联合国 国际情势随之转变 反攻计划也从进攻改为防守 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被裁撤 反共复国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蒋介石的反攻大梦最终变成静花水月 除非对岸几座欢迎的牌子 不然怎么可能啊 对对 现在有 我参加过我才知道说那是吃人说梦 但是他的自着 他自着说一定要反攻大陆 不然死不瞑目 我半辈子都是在战争恐怖之下生活过来 但是你说怕不怕 就当时 说判斥战不怕 那是骗人啊 当我们轻心在那个情况底下 那我们只有一句话 人不如蚂蚁 不如蝼蚁 其实对当时的军民来讲 是不公平啊 因为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在国防上面啊 对军人而言 你心壮的军人来到台湾 你不能结婚 因为要反攻大陆 你不能够回家 长期在部队服役 因为你要反攻大陆 对民众来讲 也瓜分了很多有关教育啊 经济啊 各种国家建设的预算嘛 那也让国家长期垄断在一个军管的体制之下 对人民来讲 对军人来讲都非常的不公平 我们去重新检讨那个国防计划 吃人做梦嘛 而且不把人民看在眼里嘛 不把民主制有人权法制看在眼里嘛 只有满脑子的中国封建思想 只有满脑子的帝王思想 完全没有国家观念 家宅 家宅它没有反攻大陆 所以台湾保存实力 发展成今天的高科技国家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所以发动战争一定很惨 没有人会有得到好处 废弃的碉堡脱落的标语 军事重地诗语依旧飘扬着国旗 一根根指向天际的轨条在 是当年抵挡敌军干扰 守护国军的最佳屏障 如今风火烟消的岁月不再 战争早已远扬 战地伤痕已成历史遗迹 而国光计划也就此成为绝响 反攻大陆曾经是蒋介石在台湾 号召国人团结奋斗最动人的口号 因为有这个口号 所有从大陆来台的国军军官死心塌地的 等着蒋介石一声令下打回中国大陆 直至几十年过去了 时光流转 情境变迁 这计划终究只是计划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绎国光计划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